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报》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芒向正向生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平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讲讲美国 美国将会在12月9日举行一个民主峰会 但是 美国和他的小弟 即那群 日本 那些地方就觉得这次 会不会有一些 很棒的目标呢? 或者美国举行这次民主峰会 是否可以 给他们带来一些 利益呢? 另外,你知道了,台湾地区就很开心了 可以有这个民主峰会 即是什么毛都放鬆 其实呢 我觉得呢 美国真正背后目的,我们看看吧 美国经常说自己是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老实说 美国也是有着强烈的全教心态和使命感 这里的教,我就不是说这个叫做基督教了 是指现在美式自由民主 尤其是在和中俄竞争的背景之下 人权价值观 这些就是拜登的外交主族 所以也成就了这次12月9日举行的民主峰会 又成为了今年拜登政府 价值观外交的 压续好戏了 那价值观外交究竟可以为他得到什么呢? 这个会议最早就是拜登竞选时就已经提出了 大概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突显 和特朗普 破坏美国民主的差别 而现在决定召开峰会 一方面 就是 令人觉得你真的兑现了竞选承诺 你知道之前很多承诺都兑现不了 另一方面 也就是在世界重新检视美国的实力当中 拜登是要向大家展示 美国的民主号召力和领导力 依然是在这里的 各位盟友不用担心 我们依然是 这个武林霸主 不过有种看法就是 今次民主峰会 其实就是拜登政府将民主作为房子和招牌 实际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更加实在的 哎呀 找这帮魔奴来 到时台湾地区为了维持 民主 经常说什么 共同价值 很危险 你对岸的那个习近平 可能会 没有统你们的 最好帮我们买少少军备 那你就安全一点 对吗 另外 为了美国国家利益 而且是专门为对抗中俄而举办的 不过这种说法 又好像不是很准确 他有对抗中俄的一面 但是 拜登 亦有理想主义的一面 就是想背起民主大棋 因为 很多 之前有份民意调查就觉得 美国已经再不是民主灯塔了 其实美国是要取回这支棋 否则 他就会变得 好像越来越弱 尤其是阿富汗 阿富汗其实对美国的 信誉是有点影响的 这一系列动作 也会令到明年甚至以后 美国 看看今次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是继续邀请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在华盛顿 举行更加多的实质奉会 拜登已经向 全球110个国家发出所谓的英雄帖 华盛顿 但正在这个名单 就暴露了 华盛顿 在上述几个目的之间的 某种 有些 糾结 是不是 糾结 诗诗诗 是吗 糾结 糾分 糾结 这种糾结 势必令这次民主峰会 难以达到他背后的目的 即是你想兑现竞选承诺 你可能达到 但你是否真的可以重塑价值呢 或者 是否真的可以推倒中和呢 对抗中和呢 其实 那么容易吗 可能也是 表面上 世界媒体发几篇文章 谴责一下中和 假如是用民主峰会的形式 来排挤中和的话 换起民主国家 对中和等等 所谓他们口中的威权国家的警惕 从而 以民主之名 围堵中和 可能会变成新冷战国 但拜登他自己也说明 很害怕新冷战 虽然他在行的事情 和新冷战差不多 他说是有区别的 其实 美国一直在号召盟友围堵中和 所以 这次会议 亦有美国的分析家觉得 会否多此一举 所以 特朗普以来 美国很大程度上 已经是 换成了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盟友对中和的敌意 从政府到民间 这些国家对中和两个国家 特别是对中国的感官变差了 这是我们不会说谎的 因为他们在媒体煽动之下 对中国的感官变差是不奇怪的 所以 我们看到美国事实上 在他们 最亲密的盟友之间 是组建了不同层次的 抗中同盟 但拜登如果要建立一个 可以完全110个国家 参加反华的联盟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 国怀鬼胎 对吧 有些只有一把口答 只有一把口答应 答应你 松散的联盟也做不到 原因很简单 任何排他性的同盟 人越多 就越复杂 而且 背后的计算也不一样 越难达成针对某个国家的共同目标的人 除非这个国家 在这个联盟 所有参与者的对手 和一些共同利益 都没有共同的 对抗 但是 这些国家很多都是 中国 和他们的贸易关系 十分有渊源 很多中国就是他们最大的贸易国 你说肯不肯呢? 嗯 很明显 参加 民主峰会的110个国家领导人 除了台湾地区 台湾是 是中国的一部分 多数 并不是 是 为了反华 或者反俄而去 说明了 不过 给面派对 美国叫我就去 不好意思拒绝 美国 要抗中俄依赖的 还是他们西方盟友的 核心 核心的外围 或者 这个外围的核心 什么都好 就像黎明今句说 其实核心就只有那堆国家 我认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民主峰会最多都是帮美国撞下胆 做个声势 其实就是为了令中俄难堪一会儿 起不了什么实质作用 其次 从 民主峰会的三大主题来看 拜登邀请的 110个国家 很多是名不符实的 令到民主峰会本身都已经有些滑稽了 这次民主峰会的三个主题是什么呢 反威权 反贪腐 和保护人权 当今世界上真正符合 他们所说的 民主认知的定义和标准的国家 跟我刚才想的差不多 不超过40个 我当你欧盟27个国家也是 之后 五眼 是吧 就 32个国家 之后再加一些 那些 他觉得是那些就是 他觉得是那些就是 很多国家虽然形式上是 有一套民主框架 比如表面是 三权分立 独立的媒体 军队是中立 两党制或者多党制 可惜实际上 操作 不是很熟练 经常出现问题 而且国家领导人往往独揽大权 媒体控制 在某个政府部门 而且关系很深的 一些高官当中 当然这些地方 保障人权 但是那些都是大商家 大寡头控制的 而且 贪污成风 也有军队干净 民众的人权 是得到 一些非常表面的 继续保护 其实是等于没有的 即是很简单的一个国家 印度 我经常问 一些 网友 印度有民主 你去不去呢? 你记不记得 那个网台界 有个叫大M的那个人 印度一定超过 超过中国的 到今时今日 他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未有发生这件事情 暂时未有发生 我不知道 明天会不会超赌 而且我们看到 多数的非洲国家 和中南美洲国家 太平洋倒国 都是这样的情况出现 还有有一件事 瑞典之前有个机构 认为 全球民主在最近 几年当中 明显倒退 包括美国 特朗普对民主的破坏 对美国产生了很多的后果 他的后遗症 并没有随着拜登上台而消除 反而 某些方面更加加重了 一个 不承认大选的 不承认大选 他当然是指特朗普 很多人 而今时今日为止 都不承认 包括老超 虽然他是美国公民 不过 这么多人不承认大选的国家 是否是民主国家呢? 输打赢要是否是民主国家呢? 亦有堆人 不承认大选 还冲进国会的 牛头人哥 是吗? 判了刑了 是呀 他还说为什么 特朗普特色 你是谁呀? 老鼠 虽然你是穿字捲牛头衣 不是 牛头角的帽 不代表你真是牛 你懂老鼠 不是开玩笑 这些犯罪分子 你失败了 做了烂头却 怎会撑你呢? 特赦都特赦 之前的班农 工臣 或者有钱人 你什么 还有关系深的关系 关系深的关系就是特赦 因为你不特赦班农 到时 他会乱参与 爆大 对 蓝牌说得对 所以 这些 都是得淡少的 第三 这么潜意 民主峰会 既然看美国请了什么国家 更加要看看 他有没有邀请 是没有邀请什么国家 当然中俄肯定不邀请 那些加入联合国的国家 总共190多个 美国正邀请了110个国家和地区 地区就是指 蔡政府 台湾地区 虽然 是视频出席 但是按照峰会的 名称来看 未受邀请的 八十几个国家 一概 就是美方眼中的 非民主国家 或者他们说的威权国家 先不要理 美国是不是 被他们标签非民主或者威权国家 是不是熟实 我们看看 未受邀请的 新加坡 未受邀请的新加坡 在西方眼中 属于 因为很多西人觉得是李家王朝 李氏王朝 或者是人民行动党的威权 但是 亦应该承认一样 我觉得 新加坡是一个民主国家 当然在西方眼中 就不要邀请他 因为为了柴台 李显龙 因为 新加坡法律很严明 亦 不是被西方媒体暖差这么报 是吧 不过这一届 李显龙应该也 不再做了 所以李家王朝 这件事都可以落幕 不存在 是 两个你怎么说 王朝呢 所以看到 你说 新加坡是威权 但是 其实新加坡很多方面 实际民主和政府 受到民众支持的程度 比你110个国家强得多 可能是最多人支持 可能 中国和新加坡是最多民众支持的国家 也不奇怪 是吧 所以这种 将世界简单地分为 民主和非民主国家 其实都是等于 活在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当中 我觉得 所以你真正的目的 就是为了 将人家 分开哪些是你的 觉得民主 哪些觉得不是民主 以及为了兑现竞选承诺 以及握回旗 握回旗 都是为了美国的地位 说白了就是这样 是吧 我们看到 他说什么民主国家 我一说印度 应该是 没什么人 他真的有民主制度 这是事实 但是也是那句 你移民去印度 我只是这么简单问你一句 你答我 哈哈哈 你就答我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再见